第一章节的最后一个单元呢 我们要讲脚的大结构 那它其实跟重心有点关系 那我们学会这个脚部的大结构 要怎么样去推测的时候呢 那我们想要改变这只鸟的动作 比如说它的站姿啊 或者是改变它走路的样子的时候 都会是相当有帮助的一个姿势 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某一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但是它的脚其实有一个地方是错的 那是跟大结构有关的部分 不是它的前面少一根脚趾头 这边是因为我假设它另外一只脚刚好被遮住了 那是哪边呢 是这里 这个地方它错了 那错在哪里呢 那在讲错误的地方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脚部的大结构 鸟的脚呢 它其实是垫着脚尖在走路的 那鸟的大结构呢 我们从骨盆出发 假设骨盆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们大腿通常是从大概一半的地方长出来 那再来就会到膝盖 膝盖的部分的话它一定是往前的方向 那继续往下面呢 是我们小腿的部分 那再来会碰到我们相对人类来说是脚跟的位置 那脚跟的话就一定是朝后的 那继续往下是脚掌 然后最后会接到我们刚刚在讲重心判断的部分 掌的这个地方喔 那掌的话它一定是朝前的 所以这个前后前的弯曲的趋势 它是固定的方向 我们脚一定要是这样子的方向在做总弯的 那第二个呢是大腿的部分喔 大腿的部分的话呢 它的长度呢 其实大致上跟我们脚掌差不多 那或者会再长一点点 那另外就是我们膝盖的部分 我们膝盖的部分呢 它直接对下来的时候 大概会跟我们脚掌差不多 或者是再往前一点喔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才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如果我们膝盖跑到脚掌位置之后的话 那它常常会很容易就会往后倒下去 那这个动作 不管是对鸟或对人类来说 其实都会是很难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膝盖的位置 基本上一定要在脚掌差不多的相对位置 或者是再靠前一点 那基本上很少会靠后 如果这只脚的膝盖靠后的话 另外一只脚的膝盖就會更朝前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保持一个前后稳定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它单脚站立的时候 膝盖的位置一定会再掌上 或者是再靠前一点 基本上不会再长的后面 那我们回到这张图来 那同样的我们先试着找出 我骨盆的位置 也就是我的尾巴三角形跟身体 交接的这个点 拉一条垂直线 然后身体前面的位置 大概在这里拉一条垂直线 提醒一下垂直的是我体轴的方向 那再来呢中间再切一半 那我的背中线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骨盆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一半 然后它会比我们体表的背中线 再往下面移动一点点 因为我们骨盆是在我们的羽毛之下 所以上面有个羽毛的厚度存在 所以大概就会在这样子的地方 好 那我们把这些线先去掉之后 这就是我们大致上骨盆的位置 那中间再切一半的话 就是我们大腿开始长出来的地方 那可以注意到我骨盆大腿长出来的地方 有多一个宽度出现 那这个宽度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骨盆 它不是平面的 它其实有一个左右的厚度存在 所以我们刚抓的是骨盆的中线的位置 然后再往左右稍微扩张一点点 那就是加上骨盆的厚度 那再来呢因为我们已经抓出骨盆的位置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试着把这只鸟 这边看得到的脚的骨盆位置把它拉出来 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一段 我们看得到的位置 虽然说它短短的一段 但是它就暗示出来说 我的小腿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的小腿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因为我们大腿膝盖要朝前 脚跟朝后脚长在朝前 对吧 所以它完全这个膝盖的部分 它已经往后跑了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很奇怪的角度 那就表示说这只鸟 它就已经骨折了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要把它校正回正确的位置的话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它就是膝盖朝前 脚跟朝后 然后脚长在朝前 然后我的膝盖的位置呢 差不多跟我脚长是同一个垂直线 或者是再稍微靠前一点点也没关系 那再来就是 两个连线起来的就是我的小腿的方向跟位置长度 所以我改正之后 我的这个 这一节 露出来的小腿骨的部分 就要朝这个方向 它才是正确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小小一段露出来的部分 它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朝的方向错误的话 那我们这一只鸟就像刚刚一样 它的骨头就会朝奇怪的方向弯曲 那就变成是骨折的状态 那再来呢 我们找到了这个 比较正确的骨骼的相对长度跟位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算说 诶 那这只鸟我没有把它画另外一只脚 这样子是不是合理的 那当然前提是我的木头方向是朝这个方向的 那我把这边 这个 推串出来的长度 来当做参考 来试着折叠起来 就发现说 诶 它这只脚确实是可能被整个身体是遮住的 所以当 树枝朝这个方向的时候 我没有画另外一只脚是合理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如果我想要画后面这只脚 的话 我就必须要换一个姿势 还有我的树枝的方向可能也要变换一下 所以如果我把树枝换成这个方向的时候呢 那我要让另外一只脚抓到这根树枝上 所以同样的我用推测出来的长度去弯折我的脚 那不要忘记我的膝盖朝前 脚跟要朝后 那这样子弯折起来之后 我的脚掌的位置就会在这个地方 那我就可以照着这样子的虚拟的骨骼的位置 来把它画出后面的这只脚来 那虽然说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奇怪 但是它的骨骼是合理的 所以理论上这个动作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把假设骨骼的线条去掉之后 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某一看可能有点奇怪 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上色 它没有阴影比较难表现出整个身体的立体感 那如果把一些光影画上去之后的话 我这只脚的位置就会变得比较合理 那你在找一些参考资料的时候 其实也偶尔就可以看到鸟的摆出这个动作 也就是它后面的这只脚是从这个位置长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把假设性的骨骼推测出来之后 就可以做更多更自由的动作的安排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为什么我要学这种这么复杂的推测骨盆 还有脚的脚结长度跟位置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对你的绘画 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但实际上它对于你在做动作的校正 还有判断脚的位置是不是合理的 这个方面上它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所以呢 虽然说它对绘画技巧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可能没有在教你什么笔触啊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呢我们这整个章节 它在讲了非常多 关于骨骼所限制到外观的姿态的动作 还有它的脚长出来的位置等等的各方面 还有它头部的摆放的位置 那当你学会了这么多 看似不重要的东西之后 它反而会让你整只鸟的姿态变得非常好 非常自然 所以这个章节虽然有点无聊 但是它最后带来的效果是非常好 非常惊人的 尤其是脚的部分 所以在脚的地方 关于它的重心 还有它的骨骼的限制的方面 你都必须要小心的去确认 那才不会让你辛辛苦苦画了很漂亮的羽毛 很漂亮的颜色 那最后它的脚是骨折的 或是它有点重心不稳东倒西歪 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张作品